以往大家看到的都是怎么破案 而我要讲这些人怎么作案 为什么作案 在这里展现的是那些最狠凶杀案的完整复盘大棋地 回忆历史 了解社会 安全防范 知法扑法 近在群魔大典 今天这个案了吧 很多人都听说过 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山东沃鲁荣鱼大逃杀 主犯就是刘贵多 在这里面呢 在开讲之前啊 白哥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案子的特点 他也是这种就是海上啊 大船啊 这种就是恶行杀人啊 跟之前我们讲的那个长寿伦不太一样 长寿伦吧 他属于海盗去抢劫船只杀人 是吧 然后他这个案子呢 是完全是船员内部的一些局势 或者是造反也好 就是干这种事情的 但是呢 他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明白吗 我在这里头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鲁荣鱼啊 这三个字代表啥呢 它是一个船号啊 比如说鲁荣鱼是2682 他这个就是2682号 他有3001号 知道吧 有好多种号 顾名思义啊 鲁就是山东 荣就是荣城市 荣城市一个县级市啊 鱼呢 就是鱼业 就在这种就是说大船里面啊 他代表着山东 荣城市 鱼业的船只 就这个意思啊 从名字上看得出来啊 那么呢 在这里啊 呃 咱们这里啊 先介绍一下 这个一号人物 就是刘贵多 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人啊 他在 呃 做这个案之前 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了 啊 刘贵多 1984年出生 皮股小不少 身高1米73 跟我一样 呃 身材也是比较瘦弱 哎 他也很瘦 不到120斤 就完了 就是差不多 没有吗 然后呢 今天咱们改变的方式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照片 此人就是刘贵多 你手上很瘦吧 啊 看到没有 黑龙江人啊 他是啊 哎 什么地方呢 黑龙江省龙江县 杏山村人 啊 他们这个村子是 靠近内蒙古 呃 以种玉米啊 水稻这些东西 为生 就是种地 靠天吃饭 明白吧 此人就是刘贵多 从这个 相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并不是那种 就是绑大摇源 啊 杨成一看就像什么 黑社会老大呀 团队老大那种气质的人 不是的 而且看着他面相 也不是特别凶狠 那种啊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他就是比较机灵 然后嘴 特别会说 很甜 但绝对不是那种 瞎扎呼的人 是特别贫的人 他不是 就见人啊 一笑 跟你然后打招呼的 很热情的 啊 为人吧 从来没干过一些 什么不好的事情啊 在家里呢 他是排行老二 所以说他母亲啊 管他叫小二 然后邻居们就管他叫刘二 不是牛二 是刘二啊 刘二呢 特别聪明啊 这个人啊 你说嘛 他去见人打招呼嘛 就属于特别会来事的那种人 你按道理讲 你说他这种身材 还有他这个年纪 在那个船上 他属于年纪小的 他怎么可能 当成老大呀 是不是啊 就他的本性啊 虽然他很聪明 很会来事 但这个人学习不好 啊 初中毕业之后 没有考上高中 啊 就一直在老家种地了 务农 学习不好 就像那天咱们支部间里 说这问题的 聪明的人 不见他学习就好 是不是 他不爱好那口啊 然后刘贵多呢 16岁那一年 哎 因为 打哈 靠天吃饭嘛 一哈 这家伙全村子颗粒无首 然后村里人都出去打工去嘛 啊 那时候还不是特别流行 那个打工呢 就出去的 不像现在 都出去之后 然后他也跟着别人 就去了青黄岛 帮人做这个养殖行业 养猪 养鸡 干这个啊 当然他是打工 随后吧 还做过一些建筑工人呢 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行业 什么都做过 都不是什么高端的职业 同样 他也没做过高端的职位 哎 到哪里干活 都是小兵一个 普普通通 明白吗 就这么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之前这个经历啊 稀从平常 没有什么特点啊 很正常 能看出来他就是一个比较乖巧啊 一个正常的一个男孩 就这概念啊 但是呢 这样的打工啊 也就是停停歇歇 我们都知道 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 今天干明天不干 是吧 等他当他扔掉一份工作之后 干嘛呢 就会去回家 看看富老啊 啊 然后再走 在家待一段时间 一直都是平安无事的 什么事都没有啊 到了2010年 您十月初 国庆节 之后啊 这个刘贵舵呢 他也是在家里 然后打算啊 我再出发 去大城市 要找工作 打工赚钱 啊 儿子要走了 是不是啊 他老爹呢 就亲自送儿子出发 是吧 咱们得开这车去啊 是吧 从村里出去啊 他爹 跟他摇棒啊 发动了他家的那台四轮车 给大家看一眼啊 他家里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说 事发后 有记者去他们家里 看了一眼啊 可以看看 这是他家 老家的真实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很破旧 比一般的农村家里 还要穷一些 看到没有啊 很乱 肯定不是一个 生活很好的人家啊 但是即使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的人呢 他也从始至终 没有做过其他的犯罪行为啊 他家里有台小型 那个 拖拉机 就四轮的 我们东北叫啊 就蹦着蹦 也叫这个东西啊 一摇碰碰一下就起来了 然后颠颠的 开着车 送他儿子 从村里 到了乡里 啊 到乡里之后 就拉倒了 他第一个房子去啊 这个刘二呢 啊 刘贵多呀 他就给父亲 买了两盒香烟 什么烟不知道 估计 最高 也就是 塔山这级别的啊 而平时他的父母啊 在家都是抽那种烤烟 也就是东北叫汉烟 明白吧 用纸卷着抽的那种 很便宜啊 不抽这种卷烟 为什么说呢 就说他 拿出来给他父亲买两盒烟 这就是高等烟了 明白吗 我估计不会是塔山这级别的啊 之后 刘贵多 他再从乡里啊 坐车去龙江县城 然后再坐火车 辗转 到大连 海滨城市啊 东北就 就这个最出名的海滨城市 有大连啊 很美丽的一个城市啊 到了大连之后呢 他就几番折腾 最后吧 也就是看中了一个工作 听别人说过 什么工作呢 出海大鱼 一撒网捞一网 大鱼 啊 感谢牛真的礼物啊 各位 这可不是一般的大鱼 你以为开个小船就这么耗一下子呢 这是去国外 打捞 鱿鱼 我们吃的烤串 那个鱿鱼 出国嘛 工资肯定高啊 啊 但是听说说这工作可辛苦啊 在海上一漂好几年啊 很累人的 是不是啊 这个 对于刘贵多来说 那不算什么啊 今年我刚好26岁 我在外面混了10年了 别的不会 我就会吃苦 没问题 只要赚钱多啊 那就行 啊 那能赚多少钱呢 听人说啊 一个月最少能赚六七千元啊 这就相当于在城市里的白领了 对不对 你们大连那边的呃 做办公室的白领 一个月六七千块钱是可以的 对不对 不算高手务是正常的吗 对于他来说 能这这 挣这工资 还了得 啊 但是一般你想找这种工作的方式啊 有两种啊 第一种是通过通过熟人 还有朋友介绍 直接去 第二种呢 就是找中介公司 找工作 还有找中介公司的 对于他来说 朋友介绍 那是不可能的 他没有什么朋友 到这来 那么呢 只剩下一条路 就是他自己去中介找 到这里呢 要暂停一下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出国打捞鱿鱼的行业情况 要不然大家不明白啊 啊 为什么要出国去打捞鱿鱿呢 在自己国家捞鱿不行吗 是吧 我们吃那鱿鱿都哪来的 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事 就近些年啊 我国近海的一些渔民 何则尔鱼 往死里捕捞 懂吗 导致啊 翁羊大海里 一片静悄悄 都没什么鱼了 小大鱼小鱼 通吃全给你干走 明白吗 那怎么办啊 就渔民不能失业啊 很容易 自己国家干没了 除去老 哎 我们也听说过 某某渔船 私人的渔船 到外面 被别的国家给扣下了 是不是啊 啊 那都是不正规的 啊 所以啊 我跟你说 就有了不少专门出国去别的国家捕鱼的公司 这这种公司啊 他不是那种非法捕捞 是正规公司 到别的国家捕鱼是给你钱的 合作贸易的这种方式 明白吗 那么这种公司 他就叫做远洋公司 听着也也不陌生吧 说白了 远洋就是到远方的海洋里打鱼的意思 啊 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 也别跟我较真啊 啊 那么要说国外的国家 那可就躲着去了 其中我们要说一个国家 他叫毕鲁 啊 这个地方呢 他在东太平洋很远啊 鱿鱼啊 受这个毕鲁寒流的影响 所以说此处呢 盛产鱿鱼 啊 对 他的鱿鱼可不像我们在烧烤摊吃那一串 那个那小鱿鱼啊 他们那边都是大个的鱿鱼 大的能有多大 我跟你讲啊 很多鱿鱼一条就有100公斤以上 比一个成年男人还重 明白吗 所以说很多国家弄鱿鱿 首选就是毕鲁 知道吧 回头 我们就得说了 在山东省 威海市 荣城 有一个公司 他叫新发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 记住这个名字啊 这个公司呢 成立于1996年 拥有资产 5678 5678万元 5678万元啊 百度百科 除了两号 职工800多人啊 他们主要从事这种水产品的身价工 大家知道啥意思吧 就是集这个捕捞 收购 加工 出口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综合性鱼业啊 然后呢 这个公司啊 从事捕捞的部门 有一艘大船 名字叫做鲁融鱼2682 打算近期出海去秘鲁捞点鱿鱼回来做身价工 就这么来的 大家理解了吧 放心啊 这所有的材料都有用啊 这个图片啊 我今天可忘忘准备了 回头给大家看一眼啊 就是一条挺大的一个船 长几十米的那种的啊 出海的一个船 当然了 他们这个公司出去一趟 不会只有一个船 他们会出去好几个 其中第一条船就这个 大家知道就行了 那么这个船 其他的情况我们先不说 我们就单说人员配置这一块 首先 这条船要出去 那么 我们就得确定这个船长谁来做 得先确定老爸 你想成立一个分公司 是不是 分公司老总是谁啊 那么公司就选定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李承权 李承权啊 他是我们案子里面的二号人物 这个人很重要 此人 1969年出生 当年41岁 2010年的时候啊 这个李承权呢 他有着20多年的这个船员的经验 经过大风大浪啊 简直是刊登大人 选定他的吗 李承权他是肯定接啊 那船长这活必须得干 政绩不少是吧 可是他心里明白 我自己虽然经验丰富 但是之前出国打鱼 只有两次 这是第三次啊 那么我必须得有得力的干教 配合我才能把事情做好 是不是 公司讲话了吗 那个 这个问题啊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承权是不是啊 老帅的位置已经给你了 那大教你就自己安排呗 找你一些兄弟 是不是啊 这个教那教你自己封信 我不管 这样呢 李承权他就找来了 他多年的一些好朋友 一个叫傅一忠 一个叫王永波 他们两个人担任船上的大副和二术 什么叫大副和二术 说白了就是老二和老三 就是主将和副将的意思啊 就这么就理解就行了 然后他也这么安排 你看大将的位置给你了吧 小将啊 这些人你们出去找兄弟一起来干 一层层往前推啊 亲生这二术呢 这个副将啊 王永波 他就讲他的亲戚 吴国志啊 江苏涛啊 段志芳 崔勇这些人介绍上了船 同样来自大连 他们都是大连的啊 还有一个叫温斗和温密 两个兄弟 他们分别是渔船的轮机长和二管轮 大家介绍一下轮机长是什么 那轮机长就是这个船的技术总管 因为这东西后面用得着的啊 技术总管 他负责保证船只的所有机械设备 还有主机系统的正常运作 就是老大 懂吗 嗯 然后他们还找了一个伙食长 就厨师 就他专门负责炒菜做饭的 这个人叫夏奇勇 回会我们会一一介绍 大家先知道这些人啊 就说 这些人都是管理层船务的 懂吗 一共八个人啊 那剩下的小兵怎么办呢 你这都是管理的 对不对啊 这个小兵啊 这个小兵一般就是通过中介劳务公司 来找 知道吧 这些中介公司啊 他们很难招到本地的渔民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远洋捕捞的啊 行业啊 经常受到什么台风啊 机器故障 海盗 内斗 这些影响啊 虽然收入还是很可观 但是事麻烦事太多 太累 一些传统的渔民呢 他们不愿意干这活 本地的都不愿意干这个 所以说中介啊 招人 招人主要的面向对象 就是像刘贵朵这种外地人 好吧 除了因为啊 这样的人年轻 很吃苦 想赚钱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好骗 哎 头脑简单 啊 你在外啊 人生地不熟 我能欺负你一下子 你也没啥招 我骗你一回 你也就能忍着 知道吧 啊 说完这些铺件之后啊 我们的镜头 就回到刘贵朵 来到中介公司 打听工作的画面吧 啊 中介公司 大家都明白了哈 刘贵朵啊 这小子一进门就一问 就那啊 有没有那个出海打捞鱿鱼的 这工作 给介绍一下 啊 中介告的 有啊 我这正招人呢 是不是 刘贵朵傻乎乎的小孩们 上去问 你给多少钱呢 他告诉 保底给四五万 还有薪水和提成 这个时候刘贵朵啊 他一听心里头就快速这么一算 这一年下来挣个六七八没问题啊 是不是啊 跟别人说一样 一月六千块钱 好 而且还有个关键问题呢 你这个出去啊 去捕捞鱿鱼去啊 那个船上啊 管吃管住 你想花钱都花不出去 啊 这些工资的这钱全都攒着了 两年下来 自己手里整个十多万块钱 那也算是小小的出人头地了 你想我贵朵这么多年 在外面奔波十年 我手头现在没攒下两万元呢 对不对 那这会儿肯定你看 他想的是挺好啊 那边也问 那你出过海吗 你有工作经验吗 感谢云语堂 送的礼物啊 大家找工作都经历这一关吧 是不是啊 你没工作经验 刘贵多是什么人呢 脑袋活着呢 张口就答 我有 以前我在什么什么船上出去过 那边就简单疑问呢 行 那我给你寄下来 回头安排便室 啊 其实刘贵多 他在两千年左右 是坐过船员的 不过 只吃出海过一次 而且就两天 啊 但是啊 这中介那边也不细问 我管你出去几天 你说有 那就有 回头他跟雇主那边就说 哎呀 我这边招的人一个个经验丰富 你说两天 他告你至少两年经验 他就这么说 对啊吗 就我们也跟一些房屋中介打过交道 是不是 或者找工作的一些中介 他都是这样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赚这个 介绍费 手续费 两头蒙 懂吗 但是他不会弄不看乎 就是说你有就是有 然后他会放大 知道吧 全这样啊 然后呢 就是用这种啊 中介的方式 一共为这个鲁容于号 招来25个船工 小兵啊 加上之前的八个管理人员 总共是33名 其实是超过这个数字啊 三四十人啊 皮质多 但是有的人因为后来就不去了 家里有事啊 什么的啊 就放弃了 这份啊 非常好的工作 都感到很可惜 是无奈之下才放弃的 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 明白吗 这里面的人啊 大致分为三个领域 辽宁级的船员17人 黑龙江级的5人 吉林级的4人 内蒙古的就是那个黑龙江和吉林算一个地儿了 内蒙古的是五人哦 还有这个啊 贵州和安徽的 总共就分为辽宁 黑龙江和这个内蒙古 这三个领域 细分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地方的了啊 今天行像正牌是不是啊 支持啊 好的啊 那么包括刘贵多在内的这些船员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你到底给我多少钱 别的你就别跟我说了 干活累不累的没问题 什么都好说 就你给我说个准数 我能整多少 别告我自我具体啊 啊 中介这边是告诉他吗 别说他啊 现在听我统一跟你们讲 咱们公司这边正式录用之后 是会和你们签正式的劳务合同 你看正规公司都这样 我们不是说私人的啊 咱们都卡工章的 然后都上保险的 啊 然后薪资方面 啊 保底收入 是四万五 知道吧 四万五 保底 大家就问什么是保底啊 不什么是保底 你们不明白吗 就说你们出席一年 哪怕一条鱿鱼都没掉着 也给四万五 懂不懂 我靠 那真够意思啊 是不是啊 那行 那还没其他的了 有 这只是保底的啊 还有基本工资一千元 另外 提成部分 就是说你没打捞上来 一斤鱿鱿鱼 提成两毛 多劳多得 你看这多合理 是不是啊 多公平 然后大家这私下里就开始就计算了 啊 就算公司没赚到钱 白跑一趟 自己也能混过五六万 对不对 如果有鱿鱼可调 那再使使劲 一年整个小十万元差不多了 啊 再一问千多千几年 千两年 那更好了 一年我都干了 你别说两年了 你整五年我都行啊 啊 这样你看一下来两年没准整个二十多 况且船上的包吃包入 钱都攒了 等脸能后悔了之后 人生第一桶金 这不就打出来了吗 好多人私下里就乐坏了 你说我要 基本上啊 都是说想挣到这笔钱 然后出去自己开个店做生意 都有个做生意当老板的梦想 就苦于没有启动资金 好吧 那好吧 那赶紧签合同啊 是不是 签合同出发越快越好 我先待也没事呢 是吧 好的 12月6号 所有人就都来签合同了 没有 那么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共是两份合同 第一份合同上面啊 甲方的名字是什么呢 叫荣城新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刚才咱们说过这名 没错 就他们公司 然后薪资方面的内容是什么 我给大家念一念原文啊 就是乙方自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 进行渔钓生产期间的保底收入 为人民币四万五千元每年 括号 包括附件所是年工资 奖金设保的 月工资在月末 由公司汇入乙方的指定账付 或乙方指定的个人领取 收款费 由个人承担 余下奖金 社保等合同期满一次性付清 知道吗 刚才说的没错 当时就这么说的 可以 那再翻开第二篇合同 就有问题了 这上面吧 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乙方签名 其余的全是空白 啥也没有 然后盖了个公章 这个公章叫荣城市新发 渔业有限公司 这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咱们刚才那个叫新发水产品有限 有限公司吧 这叫渔业 就差两 字不一样 在工章没有注册登记 当然了 他们在签核动的时候 也不可能去查一下这公司有没有 明白吗 说白了 这样的合同就扯淡子 估计他们当时啊 可能也是有点犹豫 但问题是你要不签这合同 这活你就别干了 你就走吧 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而且他们这些人也并不是很懂 这些劳动法 还合同这些都说到之前他们打工很可能都没怎么签过合同 啊 然后大家七手八脚就把自己名字一写就写上去吧 是不是 反正签合同你赚钱 你不用你掏钱 你怕啥 也不是你卖一生气 签呢 就这想法 直接就都把合同给签了 明白吧 其实这合同啊 还问题还不是很大 啊 说完这些铺垫之后呢 咱们继续啊 我们就说这个合同签完了 那定在什么时候出发呢 他不是马上就出发 对吧 六号签完之后啊 我们定在2010年12月27号正式出发 赶到年底啊 那么这段时间呢 大家就各自回去准备一下吧 毕竟啊 要在海上漂两年呢 每个人都得给自己准备点 在船上的物品 是不是 袜子呀 换洗衣服啊 这些东西啊 这是必须的 另外像吃鸽方面的东西啊 比如说方便面 还有人想喝点啤酒 白酒之类的 还像白鸽这样抽烟的 烟里的被点啊 这些东西啊 也不说在船上就买不着了 他们这个船开到个地方之后 会有一些 因为他在那地方作业的 不是就这一家 这一条船 好多船 别的船 大货船的来之后 会也卖给他们这些东西 啊 可以说中途就补充嘛 但是你在那地方要再买的就贵了 贵很多 明白吧 所以说提前大家就各自都带一些 但是你不能带太多 你说你为了说自己想喝酒 直接你干一卡车啤酒 拉船上去 是不是啊 那不行的 每个人的个人空间都是有限的 啊 只能带一部分 所以说呢 基本上大家都是什么东西都带点啊 整几箱方便面 整几箱啤酒 再整点烟啊 什么都带 但留贵有不一样 我跟你讲啊 他的烟饮特别辣 嗯 别人一般呢 就带点 带三四十条 就够了 烟饮没那么大吗 他一下带了一百六十五条 这个很多新闻人报的就错了 新闻人讲说他带了十多箱 也那是不对的啊 一百六十五条 一箱等于五十条 如果要带十多箱的话 那空间很大 他也放不下啊 这个烟啊 他是在这个公司附近的个门市里面啊 一个商店里头奢的 他自己没钱 明白吗 他这些年啥钱都没在家 奢的 一般来讲啊 现在就没有什么商店还给你奢账了 这都几十年前有这种行为 再说不认识你 凭什么奢账给你 他怎么来 是不是 我估计啊 他是因为签完了合同 这有了保障 那公司附近的商店也都知道 可能以前也有这些事 也不怕你跑 他早晚你回来 回来 那个签合同的钱不就在那了吗 然后你就可以给我结账 就 由于这种原因吧 就赦给他 这是有可能的 也是啊 那么这么多烟 一共多少钱 你们别以为小数字 一百六十五条 你猜他花了多少钱 两万 我算了一下啊 平均一条 一百二 哎 这还是说大量买的价格啊 估计一盒大卖的话 就十三四块钱 感觉应该是利群这种 也就这么说 他比白哥的口味要高 我才抽多少钱呢 刘贵多你别看啊 干的活打次不高 抽烟不咸 然后咱们再计算一下 一百六十五条烟 两年时间 平均一个月将近七条 嗯 这烟印和我差不多 我也差不多这个量 看不 从这点来看呢 他弄烟 上船啊 并不是为了以后 在船上卖烟 赚钱 不是这个想法 有的人可能会误解的 懂吗 他纯粹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 也正如他所说 这台妈在船上 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烟不能亏了自己 这是他原话啊 出发前这个时间啊 除了就是说 准备个人物资以外 还得给这船上搬运 安装干活啊 例如啊 这个吃喝用的蔬菜 还有里面 这些东西啊 呃 都得往船上搬 你就好多呢 弄多人 三十多人 在外面呆弄长时间 知道吧 另外还要安装各种设备 他们这些人 根本都没出过海 什么都不会 跟我一样 跟你们也都一样 都不会啊 这个钓鱼呢 钓鱿鱿鱼啊 是需要靠那种灯光 大灯 吸 把鱿鱿就让它靠近 这来嘛 啊 所以说在船上 都会立个大杆子 特别大的杆子 上面挂了好多 两千多瓦的啊 两千瓦的 那个大灯啊 这个灯 发出的强光 可以把水下五十米都照亮 动摸 那么这些活呢 啊 他们就到底干了 把这个安装灯啊 蒸缸子什么的啊 啊 也是熟悉一下 基本作业 明白吧 等那忙的差不多的时候 啊 出海之前 他们十多个人啊 啊 去外边 吃喝了一顿 就是 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就大家 要出海了 然后出去 喝点酒 玩一玩啊 结账的时候呢 啊 所有人提议说 A质 啊 谁别亏了谁 那么这个时候 刘贵多 他就把账给付了 自己掏 一千多块钱 全自己掏的 然后跟大家说 出海了 钱也用不上了 这个我请客 啊 这就表现出了 他比较仗义的一面 水湖里的宋江 不就是吗 仗义书财 是吧 你可想而知啊 大家出去吃吃顿饭 就刚认识 一千多这么多人 自己花钱 这些 所有人都看着啊 比较讲究 对不对啊 感谢云与堂啊 送点礼物啊 远洋对没经验的人 确实是折磨 是啊 嗯 OK 一切就细 十二月二十七号 一阵 劈了啪啦的鞭炮 结束 他们的鲁荣鱼 二六八二号 正式出发 刘贵多 船员证是什么 具体杂业什么好 就比如说 你这个 就属于一种这个专业资格证 你没有这个证的话 按照规定来讲 就不能出去干活了 懂吗 那么呢 他们这个公司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 先找有船员证的人 在船上 等出发之后 船出发了在海上 经过这个边防 边防检查的那船 过来之后 上去一查 这些人都是合格的人 然后他们就通行了嘛 等那船一走 这条鲁绒鱼号 开到很远的地方一停 公司栽用 其他的船只 把那十八个 没船员证的船员 送过去 这么一换 就完事了 都搞这种路子 然后 12月28日中午 这条路 鲁绒鱼号 与本公司的另外三条船 在韩国的釜山加油 加满了油 他也加油了 从日本南部的海域 驶向太平洋 开往 闭路 职业资格 这就这种东西 是吧 在船上 大家基本上啊 就是成天就打牌 胡卡 这也是一个熟悉的过程 大家都是很陌生吧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啊 他们这些人呢 分别住在四个舱室啊 就船员 管理层不是这样 管理层在上面 船长有自己的单肩 是吧 小兵们就在底下嘛 最大的一个舱室呢 能装12人啊 大小不一定 然后船上啊 咱们刚才说了 这33个人里面呢 大体分为辽宁 黑龙江 内蒙 三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啊 还没有明显的 这个帮派分界 比较融洽 刘贵多 他是黑龙江人吗 也就是说 最开始结识的就是老乡 他是认识的这些人啊 就是说 黑龙江人 有一个叫江小龙的 此人1976年出生 皮股还大 知道吧 素手大呀 但是他这个人爱好 玩狠 斗勇 知道吧 有事没事 拿一根棍子 电棍子什么的 就在那会儿瞎晃了 看起不素颜 动不动就个五马成交干啥 脾气比较爆 还有一个叫刘成健 这小子吧 个儿不太高 1987年出生 看着比较老实 这就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了啊 然后其他人呢 这刘贵多得认识一下啊 经过一段时间 发现了啊 内蒙古那边 有一个人叫 包德阁吉之湖 包德阁吉之湖 啊 我们就简称他包德 此人是案子里的三号人物 他也很重要啊 属于那种身体比较强悍的类型啊 在他们内蒙人里面 就是看着就是有些威望 组织领导能力比较强 后面咱们会详细介绍他啊 然后内蒙这方面呢 还有一个叫黄金波的 黄金波啊 看着没有 他是案子里面的四号人物啊 1991年出生 是个90后啊 他是内蒙古牙克石人 就是咱们讲血洗红旗沟里面 余红杰那个地儿啊 很高 很瘦 嗯 据说啊 这小子 年纪轻轻 人在北京就有个家 有车 有房 条件很 很好的 那你有这么好的条件 金波人啊 你为啥来做船员呢 干这么辛苦的事呢 他的回答是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海员的梦想 我是为了梦想来的 我不是为了赚钱 你懂吗 啊 还有一 其他一些人呢 比如说一个叫双喜了 啊 戴福顺呢 啊 包宝城这些人都是内蒙的 对他们的称呼啊 这个刘贵多 他说话就是由我们黑龙江的一个特点啊 就白哥说的这个黑龙江话不是特别标准的 你像刘贵多他要管这双喜啊 他就叫双喜儿啊 那戴福顺啊 他儿话音比较强 听着就是感觉很亲近啊 他就这么叫 这人嘴就跟我不一样 你别以为刘贵多说话像我这样的 我可能学不上来他那样啊 然后咱们说是大连那边啊 啊 这边的就辽宁嘛 辽宁这边的啊 就是基本都都算到大连的 从大连招过来的嘛 就是船长啊 那些人裙带过来的 明白吗 其中有一个人他叫向立山 是辽宁黑山县人 1964年出生 年纪比较大 头发都白了啊 他比较意思 刘贵多跟他一认识之后啊 他就有事没事跟跟他说 我那个先四十大了 别人这事 年轻时候我杀过人 杀过人 知道吧 总共进过两次监狱 知道吗 就这么一说 实际上啊 他确实是进去过两次 但他没杀过人 这两次呢 都是盗窃 明文棒 他于1990年 因为盗窃罪 被辽宁城 沈阳铁路运输 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 无期徒刑 2006年 被减刑释放 这就是有问题 我就特别纳闷了 在这里的白狗都说一句话 咱们中国这无期徒刑 就该去掉 什么叫无期 无期就是无穷大 永远没期 这人判了无期徒刑 怎么就能 16年就释放了呢 那还叫无期吗 无期就应该向外国 忠臣监警来 永远不能出来 那么他根本没杀过人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这里教大家一个社会的知识 他这么说的意思 其实就是吹牛皮 知道吗 让别人不敢轻视自己 程瑞龙那个案子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了 他在里面成天吹自己杀人 他真杀过人 他就说自己杀人 没人信 他就吹 你记住在外面 你碰谁 他说他杀过人 你就别信 都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五十多岁了 在这里怕受欺负 知道吧 那帮都是年轻人 跟整个都去 说自己杀过人 提高点自己的地位 就这意思 知道吧 装 对就这样啊 然后这个厨师呢 咱们刚才说了吧 也是船长群带过来的 他的名字叫夏奇勇猛 这个人年纪也很大 跟这谁啊 跟这个项利山差不多 他是这个什么呀 是这个辽宁 也是辽宁人啊 哪的就不清楚了 是船长带过来的 这个老头啊 岁数挺大了 五来岁了 你瞅瞅啊 四十多米到五十那样子啊 就特别能渣户 用东北话来讲 什么叫渣户 就是 是一说话扯伯了啊 啥也不在乎 但是说的啊 怎么觉得自己年纪大 我见过很多世面 我什么都明白 啥让他都懂 就这个概念啊 跟谁说话 都是牛碰碰的 谁也不放在眼里 但是 他就跟船长好 因为 他天天拍船长的马屁 见到船长之后 那就最低都是 他亲大哥那级别的 再高一点来说 就是他叔叔 他舅舅那级别 安前马后 跟别人就 就啥 有很多厨师啊 我告诉你都这样 白哥我见过 就是很多这种 年纪大的厨师 都这样特别有脾气啊 两句话不大 就超好把火了 特别东北那边 这个人啊 我告诉你啊 事后他很惨 咱们在这里头 白哥但凡在这里 我跟你们说的每个人 都是很有用的 没用的话 我不会详细说 就一带耳过了 这个船长 我们没有详细 太详细的说 好 回头我们用到他说 会再说了 另外一个人呢 他是辽宁盘山县的 段志芳 此人1986年出生 比较老实 在有一些作品 里头管的叫赵木成 我给他纠正下 真实名 他就叫段志芳 咱们回头 会在这里面 他是有重要作用的 但他不算是五号人 都排不上号 他的啊 就这样啊 这把刘贵多 把这些人全熟悉了呢 30多个人 当然这些船员 他就熟悉的比较透一点 其他的人呢 就不是那么特别熟啊 经过了两个月的航行 船只 终于抵达 避主海域 到这地方来了 啊 那就准备干活吧 是不是 你们来这不就干活吗 啊 他们干活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得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晚上干活 白天不干 为什么呢 因为天黑的时候 你开灯才管用啊 大白天你开灯有啥用 是不是 鱿鱼都不来 啊 天黑了 把那些一排排的 两千多瓦大灯一开 知道吧 往那水底下一照 能照就五六十米身下 啊 然后那鱿鱼啊 傻啊 他有这个特性 他一看这亮光 别定都黑的 他喜欢亮啊 跟营火虫似的 他就跌了点都游过来了 游到船只附近了 啊 那么大家以为 是说哪个往下去 好下 不是啊 他们是钓 因为大铁钩子 那钓子特别大的 因为鱿鱼大呀 把这个从船上就扔下去 哎 但这个钓子啊 没有鱼耳 不像说我们钓鱼 还整个耳 不得 就是一个空的铁钩 整个绳子往前一扔 哎 一扔扔到几十米深呢 你说那铁钩子 是很大很沉的 才能下去的 然后他们在上面就等 啊 感觉 哎 说动了 有鱼咬了 然后你就往上拽就行 就这么简单 啊 钓鱼的方式就跟 江泰宫钓鱼一模一样 明白吧 你看着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等这个鱼啊 钓完之后嘛 一直到早晨了 天也亮了 灯也不用了吧 灯一关 开始收工啊 然后只要超过八斤重的鱿鱼 全都得要用那种鱼刀 给切开啊 头 翅 还有身子 完全分开 称重量 哪个都得称 这一包多少 三十斤 装成一盘 啊 再分类 给它洗完之后 这盘啊 一盘这个三十斤的这个鱿鱼 放进那个冷冻间 冻上 就完事 他们是这么个流程啊 然后呢 等这个船舱啊 装满了 它船舱也不是无限容量的 装满之后 就找那些收购船去卸货 有个专门是收购的船 哎 把这个货 怎么卸呢 到船舱底下 把这一盘啊 拖起来往上举 啊 他们主要干这个 就拖上去 上面有人接 就卸走了 但这个活是最累的 就往上举的 的时候 拿着举 然后特别累往上 这叫咱们刚才去说的 那个 卧腿要好 很累的 基本上 就是这个流程 大家明白了吧 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 刘贵朵 他的聪明 就是特别突出 跟别人不一样 你正常 我们了解之后了 你看一学就会吧 有20分钟 你就明白怎么个事了 对不对啊 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啊 比如说 别人啊 把那个钩子 整得特别整齐 然后小心一放弃 就那盯着整啊 哎 他不这样的 那钩子随便往进一整啊 咱那就带着瞅着 就这样 你你瞅 过一会儿跟我 他往上一拽 就来个大的 别人半天不上来 要上来 你整个小的 这种事情吧 还不是偶然现象 是常事 知道吗 那你想啊 大家都是从零学起 你掉的凭什么就比别人多呀 有的人就不理解吗 是吧 第二第二位过来了 说 这东西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 不都这么掉吗 就一整就等就完了吗 啊 那你怎么就皮股掉得多呀 啊 一问呢 他还告诉 给对方传授自己的经验 那并不是那种 我要有什么东西都藏着椰子 不告诉别人的那种 不是啊 他跟你说 说 五十米吧 你试试 要是不行 半天没动静 然后呢 你就多放点 放在七十米 就完事了 哎呀 大家听说了 一照一学 但是不管怎么样 别人怎么学 哎 就是没他掉得多 你也没看他有什么特殊的那个技能啊 时间长了之后 这不就证明吗 他就是比别人多 一直到整个这案子 到后来啊 他的成绩是最突出的 就是比别人掉得很 也就是说 这个人确实是比较聪明 一是聪明 二是他在外面混的年头也是比较多 知道吧 爱研究 爱琢磨 比如说 像 那个 有一些人啊 事后就回忆 他 在这个 房间的时候 有的人在那打牌 赌钱什么的 他就不太愿意赌 然后自己成天拿个小本 就在那记 记得都是些数字 好 有的人过了 拿你的笔记本一翻看 你记得这都什么呀 他说我记的是坐标 那你记得坐标干嘛呀 我记得玩 动不动自己在那块啊 抽出烟就想事情 就琢磨着 琢磨着 琢磨到 也不知道他想了 特别爱钻业 爱动脑 这个人啊 你从那个照片 我给大家再看见 他的照片啊 你从这照片看出来 他不像这个 又笨又傻的人 看到没有 就是比较突出 发情上的 这个就是他 那么呢 大家呀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 这种条件下呢 在这秘鲁 沿海 作业 总共干了一个半月 但是产量不理想 一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是新人 另外呢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 好像是鱿鱼不太误 或者中国人太狠 把那块也唠得够呛了 然后他们这个船呢 就跟公司商量一下 说咱们换个地吧 不在这掉了 啊 那么随后 这个鲁龙鱼2682号 就和新发九 这些五艘渔船 一起转移到了 智利海域 智利这个国家 转到他那边海域 然后试试看看 能不能再钓到更多的鱼 这去了之后了 你钓的量越大越好 就这概念了 是不是 好的 那么他们之后 到这边之后 又该怎么做呢 这一部分啊 我们就下集再讲 啊 上集 我们现在结束 啊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白 这里的东西 贼好看 我们下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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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